其实各区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 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应该是 这个地方要把它炸开 OK然后要图说文字 不过其实录下来大概有就是那几行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跟前面应该是 前面一个范围应该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其实就是录了两个 这个叫枢纽分析图底线区 这个叫枢纽分析表底线区 这个叫枢纽分析图底线区 最后的话把这两个串在一起 那得到的结果就长得类似像这样子 OK所以我看一下程式的话 我这边其实你们要看程式 其实可以从按右键指定聚集 然后编辑就可以了 它就跳到这边 所以是枢纽分析表底线区 先产生一个表 然后再产生一个图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在哪里的话 其实有一个快速键 油标放上去 按下Shift加F2 Shift加F2的话 它会跳到这个程式所在的位置 Shift加F2 它就跳到枢纽分析表底线区了 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 本来在这边 Shift加F2 它就跳到那个程式所在的位置 不过你大概也可以找 只是说因为像我们以前写程式 写的非常非常的多 谁知道放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 按Shift加F2 它就跳到这边来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里面基本上 应该其他都差不多 反正就是一样是Add 然后前面一样是如果有 有那个重复的名称的话 就先删掉 然后新增工作表 这个改的话也是一样 不过有一个地方 可能也是要特别注意 这个资料金探号 指的就是说呢 我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叫做资料 如果你的工作表名称 不叫资料 要不然 请你把你的工作表名称 改成资料 因为好像你们本来叫什么 台北市 切到点位资讯 什么UTF一堆 我因为太长 我想说这样很障碍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资料 所以刚刚有同学 他的名称跟我不一样 所以一弱的话呢 出现错误 主要是这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资料金探号 指的是哪一个工作表 OK的名称 所以如果假设你直接拿我 云端上面的程式贴上来 保证一定错 因为你的名称跟我不一样 不然的话你就把它改一下 有没有 所以 这边的资料 有没有 像这个资料 我是把它改一个名称 就是两个字这样比较好 OK 所以这里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刚刚同学跑来问 发现就是这个地方出错 其他应该就是跟前面差不了多少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自行再完成 那图的部分一样 你就录制了 录制的话其实就是 把这个图 录制我录一次给各位看 录制的话就是 一样你先彩排一下 然后开始录 录的话一样是 游标放在枢纽分析表 然后在枢纽分析工具这边分析 找到枢纽分析图 然后找到圆形图 找这个按确定 你动作不要太多 可能还是会比上一个图来的复杂 因为这个地方 它必须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它需要把这边加上图说文字 怎么加图说文字还记得吗 按右键 新增资料标签 这边有一个叫 新增图说文字 OK 所以请各位 这个要加上去 不然的话没有 上面没有图说文字 那我不建议你用上面这个 什么新增资料标签 因为这个设定太多 太复杂 录下来的程式也太长了 所以一 可能按右键 新增什么 图说文字 这样第一个 上面就有了 那第二个的话 你就是在把中山区炸开 不是叫你去把它炸 所谓的炸开是这样 就是你游标点击这个圆形图 第一个是选全部 第二个是选中山区 第三个把它往外拉 叫做炸开 OK 所以假设我要把它变成程式并且修改的话 那我们把它集合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录制这个聚齐的话 一样 我游标先放这里面 然后分析 我们先录制好开发人员 然后录制 那这个叫做 苏牛 苏牛图好了 然后因为这个是 苏牛 图 然后底线区好了 因为这个是区的 苏牛图底线区 应该刚之前有啦 按确定 把它盖掉就OK 好 那再来的话一样分析 苏牛图对 然后选择这个圆形图 这个第一步哦 按确定 第二步的话按右键 新增图说文字 第三步的话 请你点这个圆一下 再往外拉 不过它好像点一下马上中 往外拉 OK好 录完之后的话呢 请你停止录制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然后呢 这个图可以先把它 录制掉 那我看一下 我录下来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 苏牛图底线区在这里 按编辑 录下来就长这样 其实你会发现 上面的注写一样拿掉 所以呢 第一个的话 我们这个第一个 一样是把它怎么样 增加一个圆形图 圆形图其实图力 后面的话一样是坐标 它的列跟它的高 所以呢 你可以干脆直接拿 上面这一题的 来改就好了 有没有 这个拿一个 第二的左上角在这里 然后呢 宽一样是10 高一样是20 Ctrl C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贴到这个 这个后面哦 贴 OK 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知道说 坐标在这里 宽跟高 有了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我的资料范围 这个来源OK 然后呢 再选取 这个 这一个应该是 什么 图说文字 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把它炸开 炸开的 范围大概10 好了 在那边14 把它改小一点好了 那我这边基本上 已经把它 就是在云端上有了 所以我直接 拿云端上面的来 做一个简单修改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刚刚 改完的这个第一段 有没有 那第二段是 来源啊 然后图说文字等等 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它的字型 其实字型跟刚刚蛮像的 取消图例也一模一样 所以直接拿这个来参考 OK 那我把它做完之后 长的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么第一个 相关讯息 它的位置 然后再来就是 它的图说文字 再来就是炸开 OK 然后标题取消图例 所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之后当然执行 你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 就长这样子 OK 这个部分的话 那另外当然第三个 就是前十名 这个我想 上个礼拜有提到 所以这个请各位 自行 再把它完成 那最后的话 就是再增加一个 删除除了资料以外 的其他 因为我假设 我要更新 我要先把旧的删掉 所以最后的话 可能今天就要加这个按钮 删除资料以外的 工作表 那怎么样删 我只要按下它 留下它 其他 中方删掉 只有资料不能删 那这个立案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把 各区跟路街道完成 待会我们最后再来看 画面 我再把广播取消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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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